最近这个娱乐圈可谓是不太贫 前有乌亚先出了问题 后有情侣被爆危机 不管怎么看 娱乐圈的明星现在是人人自危 可是要说这个圈子里面最头疼的人是谁 我认为是李小璐 相信大家都不会怀疑吧 因为最近中宣部发布了一个文件 这份文件标志李小璐的付出彻底没洗了 大家都知道 李小璐自从被爆出来出归的事情之后 他的事业可谓是彻底跌落到了谷底 为了付出 他可以说是费尽心机 甚至还因此被骗子盯上了 急于秋晨的他还被骗走了一千多万 但他为了付出做出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 可是最近中宣部的文件却标志着他彻底付出无望了 因为最近中宣部发布一份文件 叫做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这份文件目前看起来是针对流量之上 以及犯圈乱象的打击力度 并且计划恶持行业不良倾向 整治娱乐圈的不良风气事情 看起来这份文件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在通知里面 却有一条专门针对劣质艺人的 文件中明确提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加大对违法适得艺人的惩处 禁止劣质艺人转移阵地付出 换言之 这条固定就是差不多一条李小璐 付出事业的终结告知书 因为自从他去年出世之后 他的事业就一落千丈 可他为此做出了诸多的努力 可这份规定几乎彻底断送了他的付出之路了 换言之 现在这个国内娱乐圈是混不下去了 由于大力度整治这种事情 在国内娱乐圈里面 李小璐这种劣质艺人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发展空间了 由于没有发展空间吧 现在留给李小璐的时间也不多了 新阶段李小璐想要继续在娱乐圈 躺着赚钱是没戏了 但是不代表人家就不能干些别的 比方说其他领域 尤其是那些高科技行业 国家是一路给这种企业开绿灯 甚至对芯片企业 十年免税企业所走税 如果李小璐自己学习一些这些知识 跑去这个行业里面混 或许能混出个人模人样来 但是之前只会躺着赚钱的他 如今还能站着把钱给赚了吗 这个就不好说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李小璐 并不是应该想着怎么付出 而是应该静下心来 好好琢磨一下 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才行 换行是必然的事情了 毕竟现在的他已经是众矢之地了 如果能够在别的行业里面 创出一片天来 说不定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好 也未必 毕竟娱乐圈也并不是太平 国家不停的打压这个行业 画面最后没有打顿的事情了 那一件小时候 还是什么事儿吃得出 因为你还没有重视 本身软费年延 现在最后很优物的事情 再来对那些想法 你们应该可以帮他们 本身软费的年软费